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提到过一个装在飞机尾部的配屏邮箱 很多小伙伴想听它是怎么工作的 那么今天我就来简单的讲讲 飞机的重心通常都落在机翼和机身的连接之处 但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位置 根据负载分布的不同 比如乘客行李货物以及燃料 每一趟都是有变化的 重心位置是可能前后移动的 只要不超过安全的范围就是OK的了 不过对于那些需要长距离飞行 把大量时间和燃料都用在了巡航上面的宽体科技而言 如果重心靠前就相当不划算了 因为当头部更重 机身本来就会有一个下勤的趋势 再加上机翼是在比它更靠后的位置产生的向上的胜利的 这一上一下两个力作用在一起 就会形成一个新的旋转力了 使飞机头部进一步下勤 为了抵消这样的作用 飞机就必须要利用自己的水平尾翼 来产生一个向下的压力才行 怎么才能实现呢 增加公角嘛 但是公角大了 阻力也就大了 阻力大了 油耗不也高了吗 于是配平油箱的作用就来了 机载计算机会在到达巡航高度之后 计算飞机的重心位置 然后自动分配一定数量的燃油 到尾部的油箱里面 把重心恰好压到理想的位置上 等到降落之前 再将这部分的油重新抽回来 从而实现省钱的目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